周秀拿、吳以利、黃德斌、林德信、姜濤等拍攝新劇 娜姐大熱天穿著黑色長袖衣服長褲在戶外工作 她都說好熱 劇中她挑戰演紋身師 還為角色做了好多準備 找那些紋身師的店鋪去看他們怎樣做事 還有他們的衣著 還有他們幫人紋身那時的助織 有去過幾間店鋪 然後再自己找他們去試一下 可能紋在豬皮上還有練習 就是紋油比較像人的形態 娜姐拍攝的時候還要化紋身妝 最初每次都要化兩、三個小時 令皮膚敏感 有啊 因為紋身是… 因為它上很多層 而且夏天二出汗一拍戲 不想它脫掉 所以都下了很多層粉 然後再加膠水 就是做了很多功夫 令它不太脫掉 所以變成落妝的時候 再加上通告時間 十幾個小時 就是… 去到後來我想過了… 紋了個幾星期左右 就是你看到左手 皮膚開始生了一粒粒粒麻麻的 平時喜歡和和的吳以利 這次飾演瓦郎老闆 要一人分析兩姐妹 其中姐姐還有妄想症 其實是一個… 精神病… 應該是否叫妄想症呢 的一個店主 因為這條街其實… 每一個店主都有個故事 那我是其中一間店主 那… 對 很有趣 我覺得這故事 問到最近有沒有跟女女卓琳聊天 Elaine就說這日工作 不說其他事了 …